参加完2018雅加达亚运会的中国女排,昨天,也就是9月2号上午10点半才回到北京,回到北京后的中国女排,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,好好休息,然后参加各种庆功会, 而是在下午就进行了集训,然后,分兵两种,一路前驻瑞士,参加将于9月4日开战的国际女排瑞士精英赛,另一路,将于明天,也就是9月4日,前往浙江宁波北轮,进行集训,在战本月底,也就是9月29日,将在日本开战的世界女排金标赛,去瑞士的南路人马,大家都知道了,有安家杰大林, 老将刘晓彤担任队长,告一,杨涵玉,宋海平和孟子全等小将得得锻炼机会,在此,笔者祝福这一路人马,通过瑞士精英赛,既得到锻炼,也取得好的成绩,这一路先不说,但说前往北轮的人马,名单不用多说了,留在家里的9人,将全部前往,而正在将苏女排做康复治疗的张长宁, 人本是要参加瑞士精英赛的,由于他的伤情不明了,所以没去,但他也不能闲着,也将参加北轮集训,不过,即使张长宁参加北轮集训,人员也只有10人,主攻3人,副攻2人,接应2人,2传2人,自由人1人,这样,分组训练都成问题, 怎么办呢?据了解,郎平指导紧急征调,了江苏青年队的18岁小将许璐瑶,让他也到北轮参加集训,许璐瑶2000年8月出生,今年刚满18岁,身高1米92,许璐瑶在2017年初,就入选国少女排的集训大名单, 在2017年118女排亚青赛比赛中,首战迎战一浪队,他三局砍下15分,一度被人称作小朱婷,同时,由于表现出色,被任命为中国女排国庆队队长,今年6月,在越南119亚青赛上,他又被评为当选最佳接应,许璐瑶是主攻出身,现在虽然改打接应,但他的强项,还是主攻, 他的技术特点,跟中国女排现在的主力张强宁非常相似,如今,张强宁伤病不断,又在23岁这个年龄,早早定下了终身大使,能不能将排球事业持续下去,是个未知数,狼瓶紧急招入许璐瑶,可能也是位于筹谋,一方面,18岁的许璐瑶,跟李莹莹一样,有狠在的可塑性,好好培养, 一定会成才,另一方面,一旦张强宁打不去了,那么,也好有备胎,但李莹莹认为,如果18岁的许璐瑶跟李莹莹一样,能够快速成长,那么,张强宁,无论是能不能打下去,位置都寻了。